大家好啊 23点40分了啊 马上就第二天了哈 这个今天起的晚啊 睡的也相对晚一点 给大家看看这个哈 看得清楚吧 黑幕重重啊 世界上最大的不公平啊 三场车祸 三场审判 不知道是不是 三个不同社会的 不同社会地位的人生 造就这样 差距巨大的结果 三场车祸啊 看看 判决结果不一样 第一个 黑龙江 95后男子 95后那没多大呀 最多26岁啊 最驾 最久驾车啊 疯狂闯卡 闯那个 交通检查站啊 或者是什么 这个收费的地儿啊 或者是什么 这个这个违章啊 反正是闯卡 没说哪个卡 撞死交警 被判死刑 这是一个判决 然后马沙拉蒂 撞宝马 两死四伤 罪嫁女子 被判无期 这个交警可能是一个 是吧 如果他是多个 他在这个标题上就体现了 撞死一个交警 判死刑 这个是马沙拉蒂 撞上宝马 撞死俩人 伤了四个人 结果这女的判一个无期 啊 然后这又有一个新闻 政法委副书记 酒驾至四死 结果祸刑七年 受害者家属说会上诉 对吧 这也太离谱了 一个政法委的副书记 好像是河南某地的吧 我记得前几年有一个案子 对吧 政法委副书记 他们都是喝酒 是吧 政法委副书记 撞死四个人 才判七年 然后这是一个负伤 应该我记得是个富二代 一个女的 好像开马沙拉蒂 撞死俩人 伤了四个 判无期 然后这个黑龙江小伙子 九五后 最大二十六岁的 撞死一个交警 判死刑 这法律这不称儿戏吗 历朝历代 说什么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这就是个屁 就是个谎言 彻头彻尾的谎言 是吧 就跟中国说这个 退休待遇 医疗待遇 说双鬼制 都不是双鬼制 是多鬼制 这法律看来也是多个法律 完全看你是什么人 犯的什么法 对不对 中国就是一个不公平的 等级制的社会 官本位的社会 人家不是说吗 说叫什么 行不上代夫 理不下树人 这太可恶了 再看看这个 让媒体 来直接直播报道 这老百姓多扬眉吐气啊 是吧 虽然这个是 应该是台北市议会的质询 这市长 柯文哲 然后修理他的 这个应该是那个谁 王世坚啊 王世坚也是个大火宝 咱们都知道啊 民进党的 经常搞一些那个比较枯爽的啊 耍宝 台湾话叫耍宝 啊 活宝 大陆管这种人叫活宝 王世坚呢 是吧 他比较敢言啊 他也不缺钱啊 现在民进党的这个中央党部大楼 就是王世坚的 他以很便宜的价格就租给了民进党中央啊 王世坚 反正本人吧 人品也有问题 他比较花会儿 比较花会儿啊 这个政界人士 政界的这些政客 包括有钱人都通病啊 他把他手下一个比他年轻二十多岁 差一辈的一个女助理 给弄怀孕了啊 可能还不止一次 但是他老婆也原谅他了啊 当然国民党的吴玉生 立法委员是马系的 马英九派系的那个嫡系的立法委员 吴玉生也有啊 跟一个女的 也去这个叫什么 是叫汽车旅馆吧 摩托 摩托hotel去开房 还有那个谁 还有国民党的副主席 蒋经国的私生子 叫什么来着 叫什么什么什么 我看他妈妈叫什么 张亚若 张亚若生了一个张孝岩 一个张孝辞 现在改姓蒋孝岩了 他也搞过死 是吧 这这种 说的白一点搞破鞋 婚外情也搞过 孤镇福老爷子也搞过 对吧 但是他们 有成就的一方面 或者说对社会有贡献的 还是应该肯定 你看看这上面说了 说的非常清楚 有了选票 你就可以像训牲畜 一样的训领导 所谓的领导 那就不叫领导了 那只能叫从政的政客 或者政治人物 那不叫领导 领导这个词只用在中国大陆 可能还有北朝鲜啊 领导是一个很邪恶的词 负面词汇 就不应该有这个词 什么领导不领导的 狗屁 对吧 你们是我们的仆人 你们是为我们服务的 我们不高兴 你就滚蛋 当然在中国 确实做不到 我说的这状况 前些年 我搞业主维权的时候 我跟那什么成建科的科长 办人处的主任之类的 我说过他们 我说是我们纳税人 供养你们的 对吧 你不好好干 我就举报你去 当然我的举报 也注定成功不了 因为他们 他们不是公仆 他们是主子 他们是主人 他们是官老爷 所谓的父母官 他们历来不把老百姓当人看 叫什么 民可使由之 不可使之之 他就是跟你搞一个信息不对称 信息不对称 同时也限制你的自由 他的自由 他的行动自由 可以说是几乎无限的 在中国当官 是世界上最好的职业 好吧 朋友们就说到这儿 谢谢了 优优独播剧场——可喜